哈喽大家好,我手中这台是我,首发那天下单,但是等了一个月还拐弯,选配了M1 Max 10核CPU,32核GPU,64GB内存,2TB硬盘的16寸新款MacBook Pro 我们先从这个全新的外观上面开始讲 首先映入两点的是机身的变化,变得更方,看着更厚重了 但其实数据是没有老款的MacBook Pro厚的 看起来更厚主要是因为增加了脚印高度和取消了收边的设计 同时两侧加入了散热孔,但是这个散热孔真的是有点割手 这个外观设计是致敬PowerBook G4的,也就是最后一代搭载PowerPC处理器的机器 下一代就变成了Intel了 这次可能也算是一次正式宣告Apple的自研P的芯片又重新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再来看看两侧,看,这里,MagSafe回来了 升级为了MagSafe三代,而且也换成了Type-C接口的编织线材 再也不用担心别人拽你的电源线把你的电脑拽掉了 这次苹果用上了淡化夹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虽然也不是特别小 但是也是提供了140W的充电功率 同时这边还有两个Type-C的雷利4接口 还有一个3.5mm的耳机接口 这个耳机接口还是很屌的 它可以直接推动高速抗的耳机 我手中这个贝亚动力的DT770 Pro 80欧米的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而用这个耳机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样的一块升卡了 右侧是一个HDMI接口 一个Type-C雷利4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终于不用再一直拖着一个拓展物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比如说这个HDMI接口是2.0的 没有上到2.1 那翻开屏幕映入眼帘的是这个刘海 这个刘海确实是真的丑啊 而且这么长的刘海里面只放了一颗1080P的摄像头 估计苹果是在为了以后想在里面放下更多东西 而不用更换模具来着想的 不过在全黑或者是全屏的情况下 是不太能注意到这块刘海的 苹果也把菜单单上移到刘海的这一行 相当于是买房送飘窗的概念 但是它确实会挡住你的鼠标和一些菜单 那这块屏幕这次更新为了 miniLED的liquid试网幕XDR显示屏 拥有1万颗中度 1000nit的持续亮度 1600nit的峰值亮度 拥有100万比1的对比度 3456x2232的分辨率 拥有254的PPI 而且还有超广的10bit色域 这是一块非常优质的HDR显示和创作设备 同时提供了Promotion自信刷新技术 也是支持最高的120Hz的自信刷新 这个我也在之前的iPhone的视频有介绍过 大概就是会根据你屏幕显示的内容 动态调整刷新率 这块屏幕的素质真的是非常的高 看上去太舒服了 这块屏幕应该目前来看没有其他的笔记本可以打了吧 但在全黑的情况下加上点光源会有泛光的效果 不过这个情况比较极限了 影响不是很大 再往下看来到了C面 第一眼就能看到Touchbar没了 实体按键回来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个Touchbar呢 整个键盘的缝隙处也全部变成了黑色 不过还是挺手机指纹的 两侧的扬声器和麦克风也都迎来了升级 麦克风采用三麦克风阵列 而且采用了定向波数成型技术 录出来的音质真的是很好 这一段就是我用MacBook Pro录出来的声音 扬声器采用了六扬声器系统 我觉得要比之前的扬声器要好上一些 我们来听一下对比 整体的音质还是挺震撼的 而且现在MacBook Pro也支持了空间音频 接下来来到了性能的部分 首先要说我用这台MacBook Pro的 从使用频率排序式 用插口的鞋带码 用Final Cut Pro来检视频 用Foloshop做图 用Logic Pro来做音乐 所以后面都是基于我的日常使用来测试的 如果你有这几个需求之外的需求的话 可能得去找一找其他测过这方面的UP9的视频了 同时我原来对比的是2019款搭载 2.5G6和英特尔IC处理器 4G AMD Radeon Pro 5300M的显卡 32G内存 512G银行空间的MacBook Pro 应该也不是当年的顶配吧 所以这个对比数据的话 只能说是土一乐 大家看个开心就好 首先我手中这块2TB的固态硬盘 测试读取速度为5400Mbps左右 写入速度为6400Mbps左右 离官方标程的7.4GB每秒还有一些距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不是8TB隐瞒的原因 然后我们来着重讲一讲这块 M1 Max芯片 这块芯片真的是 它采用了5nm制程 它的CPU拥有8个性能核心和2个能效核心 最高支持64Gb内存 带宽高达400Mbps GPU达到了32核 通过统一内存架构 CPU和GPU可以共享这64G内存 SOC中还有一个解码处理引擎 两个编码处理引擎 两个ProRes边解码引擎 还有16核神经网络引擎 M1 Max的晶天管数量高达570亿 跑分我们这里就不做了 我从我使用的场景来进行测试 用Chuckle编写一个庞大的iOS Debug全员码项目 那老款在不拆电的情况下耗时1920秒 耗电45% 那插电的情况下耗时1848秒 新款在不拆电的情况下耗时1274秒 耗电8% 那插电的情况下耗电1279秒 就相差不大 在Final Cut Pro中 我测试了导出一分钟的4K60fps的视频 再导出H2640 老款机器耗时61秒 新款机器耗时42秒 再导出ProRes 422 老款机器耗时1分20秒 新款机器耗时17秒 你没听错 是17秒 我怕是我测错了 所以我又多测了几次 还是这样的结果 那Logic Pro的部分呢 我就不进行测试了 在网上看到了GitHub 运行一个1500条音轨的工程 都没有问题 我相信大家平时应该是用不了 这么脱条音轨的 那新款的MacBook Pro 在上述的测试中 风扇是完全听不到声音 而且摸起来基本不弱 所以它厉害的地方还是在于 在它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可以保持能耗不高 耗电不快 而且性能也完全不弱 那在游戏方面 虽然我平时不会用Mac来打游戏 但我还是找了 古门利影来测试了一下 在3456乘2 34的分辨率 画质预设最高的情况下 这款电脑跑到了平均58帧 这还是在Rosita 2转音的情况下 如果是纯ARM的话 性能可能会更好 当然现在如果专门 用这台机器来打游戏的话 我是非常不推荐的 首先本身支持MacOS的游戏度不多 那纯ARM的游戏就更少了 目前大部分的游戏 基本上都是Rosita 2转译的 想要玩Windows上的游戏 还需要训练机 性能损效就很高 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游戏和软件的厂商 来适配Apple Silicon的话 M1 Max绝对已经打好了硬件的基础 而且我还更期待未来 出现在Mac Pro上面的那块芯片了 感觉又是一个性能怪兽 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厂商为Apple Silicon来做适配了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而且得益于Apple Silicon 这台笔记本的续航也非常长 那剪视频可以用到继续到7个小时 已经非常长了 再加上140瓦的快充 40分钟可以充满50% 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总体来看 这款全新的MacBook Pro 从之前的设计优先 转变成了现在设计为性能服务 你说有个刘海 机器搞得那么厚重 那苹果的设计是能不知道丑吗 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我觉得苹果已经转变了思路 他们认为Pro就是应该为专业用户设计的 那专业用户可以为了性能和实用性 抛弃掉一些美观 可以为之做出突袭 那这款MacBook Pro 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Pro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请不要忘记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